大家来了解一下有关那个问卷调查这部分 那在讲义里面也有提到 这个问卷调查实际上 主要就是 针对那个设计类的杂志的消费习惯做调查 上面有一些东西 那当然理论上现在 这种问卷调查通常都已经不太用纸本了 因为你用纸本的话 第一个你要让人家舔 舔弯你又要回去又要再输入一次 那输入一次 这中间其实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可能会输入错误 的中间那个 所以尽量 以后是问卷的话尽量就是给他一个什么 最好这个QR Code 然后一扫之后给他在手机上面做完之后送出 就会到 云端上嘛 云端上面直接下载成Excel档再去做后续的处理就OK了 那也就是类似的这个东西 实际上呢 在那个Excel 在Google的试算表其实最简单 如果你要做问卷的话 我还蛮强烈推荐的 就是以后如果说 你们要做那个问卷 像我们这边看到的这个问卷 你不管可以用那个像Google Google的 第一个当然你要有个Google账号 第二个的话你可能要到Google的云端硬碟 你可能会 应该各位不知道有没有用过 Google云端硬碟 里面 Google的云端硬碟里面 他就提供给你好像免费空间 好像就几GB 5GB多少 蛮大的 5GB 那这个地方 Google云端硬碟里面呢 你可以用新增 新增里面的话 就会有一个Google的表单 那这个表单实际上就是可以拿这个来做那个问卷 那个做问卷其实我觉得相对的简单 为什么 因为那个做的过程 你只要这个把你要的问题填上去 比如说以我们刚刚看到这个东西来看的话 就是你可以先把那个新增Google表单 里面的话你就建立并共用 那再来就是把那个 比如说这个问卷的题目 这个问卷题目也许像我的习惯先在 在记事本里面打好 然后分别把它贴上 贴上贴上 那第一个问题就问什么 你的性别 所以你就把那个第一个问题是性别 然后让他填 那填的话其实就是 一般 他基本上以这个问卷来看 不就是单选 不就是复选 所以你会发现 其实单选复选大概就够了 那至于其他如果你要让他 填一些问题的话 你可以用简达或段落 不过像这个是 单选 性别部分的话 他自动会出现那个 男女 还有其他 男女就够了吧 其他 有这个选项吗 好像没有 其他的 第三性 好像最近有讨论到 是不是那个要做晶片 所以是不是有个选项 就是你是 跨 对有一个 跨性别 所以应该这边应该可能就多一个 叫跨性别 反正因此可以推了 你又一个一个一个做好之后的话 那最后呢 你就 把它 就是做完了 所以步骤 第一个云端硬叠 第二个Google表单 那填上你的问题 单选复选之后 最后用这个眼睛 这个眼睛实际上就预览 你的那个问卷 假设我们全部做完了 你就预览一下 那他就会 让使用者知道看到了 底下有很多问题 他填完之后提交 这个答案就到你的云端里面去了 OK 所以其实做 这个 做问卷还不是说非常的复杂 那最后就是说呢 你可以把这个网址 太长了 如果你要产生一个短的网址 加一个QR Code的话 其实你可以 参考我 好像我那个 讲义里面 最前面不是有个什么 GOO.GL那个网址 加一个QR Code 其实这个 GG.GG 所以其实这边的话 你可以参考 假设你需要一个像 这种简单的东西的话 在第13页 那你可以用那个GG.GG 比如说你 开启它之后 GG.GG 那个网址 就是真的是GG.GG 蛮好记得 然后 点GG 然后 然后 Enter之后的话呢 你就把 上面这个长的网址 复制之后 贴到这边 让它SHOOTEN就可以了 SHOOTEN 那它会给你一个短的网址之外 这个网址 还蛮有记的 CHV3A 所以你如果假设 你填的这个网址 到你的 那个 手机里面的话 它就会连到刚刚那个问卷 但是问题如果你要让使用者填 那个网址还蛮麻烦的 所以通常会需要一个QR Code 让它少 那如果要产生QR Code GG.GG 这边有什么 QR Code For this link 有没有 你按下去 QR Code就产生 你可以按右键 可以什么 把它复制图片 贴到一个Word档里面 或PowerPoint 就OK了啦 这样做问卷 马上就搞定了 所以我强烈建议以后 就都这样做问卷 简单又方便 而且资料就自动到哪里 自动就到你的表单里面 这个表单以后如果你要编辑它的话 你就可以 看回复里面 回复里面 假设你有填的话 就会有资料 那旁边这边有个绿色的东西 就是什么 试算表 按下试算表 它就会出现 你可以按下建立 这个就到云端上面 但是你要怎么编Exale 很简单 他这个Google试算表如果要编Exale的话 有个档案 档案里面的话呢 就会有一个那个下载成Exale的选项 那你可以把它下载 变成Exale 那你就可以做后续的东西 那我们 这个范例里面 有点类似像那个 从云端上面撈下来的东西 但是会有个问题 就是说 它的选项 会用编号 那你必须怎么样 把那个编号 变成实际上 对应的那个资料 也就是说 最后这边 Google上面的东西 你可以档案里面 有个下载格式 这边就有个对应到Exale的格式 这样其实来用 我就觉得非常方便 很多东西 就可以 让人家填资料 当然不是只能做问卷 甚至像之前有同学 用的比较多的 好像就是上班的时候要团购的时候 团购填一下 发现非常的好用 直接给他一个QR Code 你以后的话打勾填一下资料 然后大家团一下就很方便 对不对 我这边可以练习看看 这我这边蛮好用的 不是只有工作上 但工作上更好用 那就是这个 GG点GG 蛮方便 那做完之后 当然如果我们打开 所以请各位开启那个 我们的练习档里面 会有一个叫做 问卷调查01的原始档 打开之后 各位可以看到 他有两个工作表 第1个工作表 你会发现 性别 里面的话 那就是只有两个选项 A1跟A2 然后年龄的话 就会有 B1到B4 你可以查看一下清单 清单里面的话 其实就是这个 B1到B4的选项 那以此类推 教育程度 职业 月收入等等 会有非常多的选项 那可是问题来了 我们将来在做 枢纽分析表的时候 你如果说呢 假如说你直接拿这个 去给枢纽分析分析的话 插入那个 枢纽分析表 你会发现 将来分析出来 比如说我要分析什么 分析年龄 占比多少 你会发现 就是A1 A2 那个东西 怎么办 总不能说你最后 枢纽分析表 枢纽分析完之后 你再去改那个名字 感觉还是 差一个步骤 所以怎么办呢 我们第1个 需要把这个资料正规化 那怎么做 我早上有讲过 一样嘛 如果说你要快速的做的话 早上是直接在旁边插入一栏 但问题来了 插入一栏你会发现这边总共会有14栏 那你要插入14栏的话 已经到很右边了 所以 怎么办呢 我是建议你干脆另外的方法 如果很多栏 我就直接把 问卷调查 复制一个在旁边 那复制早上有讲过吗 拖拉加坎兽键 拖拉 坎兽键按住 然后呢 它就会产生一个一模一样的问卷调查 刮乎2 那我们就把 里面的资料先删除掉 那删除的话 当然 你可以 直接向右向下 不过 如果用滑鼠这样选 不好选 我建议你可以记一个快速键 游标放在B2之后 Ctrl Shift 向右 Ctrl Shift向下 按Delete就好 Ctrl Shift按住 再按向右 再向下 那这个快速键还蛮重要的 因为工作里面蛮多 你可能要快速选取某一个范围的资料的话 那用这个快速键会是最方便的 不然如果你用滑鼠也可以啦 只是你用滑鼠选的时候 常常会怎么样 会选过头 滑过头 滑到这边 对不对 然后又拉来拉去 向下也是一样 所以其实 我是强烈蛮建议你用Ctrl Shift向右向下 当然另外一招是说你可以的吗 按Shift键也可以啦 比如说你移动到那个 最右下角 然后按Shift键 不过还是要再往下选 选到这边按Shift键 这样也可以啦 不过好像似乎没有那个Ctrl Shift向右向下来的便利 所以这边提供给各位参考 以后呢如果你要选取某个范围最快的方法 还是记得用那个Ctrl Shift向右 向下 按底历程就可以 所以呢请各位就是先 把问卷调查复制一个 然后再把里面的资料 复制的这个呢把它里面的资料全部删掉 然后我们要做什么呢 我们就是要做那个查询 把 把这个键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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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整个Delete掉 Delete OK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是在把问卷调查 2里面做查询 那怎么查 特别是第一个一样什么 插入那个函数 那直接会想到的就查询函数 所以呢在减事与参照里面呢 我们用View函数 那他一样会问你 总共会有四个问题 就早上讲过的 查什么 查的你就直接查那个 问卷调查里面的A1 好 那去哪边查呢 去清单里面的 这个 性别部分 性别 那查回来哪一栏呢 输入2 那 比对方式的话就完全一样 输入0 好 这样按确定之后 不过等下会向下填满 TableRate可能要选起来 按F4 按确定 那把它向下填满 性别就做完了 但问题来了 你会后面 会有很多栏 总共的话有好像 到欧栏 好像就是 到15栏 那 如果说呢要这样每个每个做 其实也蛮麻烦的 所以有没有快一点的方法 当然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要查询的话 早上有讲过 这个清单部分 其实你可以把它变另外的名称 像那个性别 我可以干脆把这个 清单里面这个 这个范围刚才叫性别 所以名称我把它先复制一下 因为这边上面已经有性别 我只是把它复制到名称方块 Ctrl C 然后选下面的部分呢 把这个性别贴到这边 贴上 Enter 这个范围就叫性别 然后以此类推 这边叫年龄 这边叫教育程度 其实 他的名称 都刚好在上面 所以我先把性别做完 然后 把刚刚Virah的数 改一下 用那个 TableRate部分的话 我用F3 去 性别里面查 帮我查过来 然后按确定 向下填满 这样看起来 我们的那个 公式也是会 相对的清爽 一些 只是说呢 你要查的东西刚好是在 前一个工作表 的B1 储存格 刚好跟他一样是B1 只是说在不同的工作表 那接下来的话呢 还有其他人怎么办 那你可能想说 再来是不是 再做年龄 再做一次 可是问题 这样会蛮花时间 所以呢 我们有一个 比较简单的方法 就是你可以 用那个叫 直接把这个 性别 那你会发现 这个性别的名称 跟 上面栏位名称 是一样的 所以呢 我们是不是有个 策略 就是干脆把那个名称 指向上面 然后把那个名称 带过来不就OK了 所以呢 假设啦 不过可能会有个问题 我把这边 再编辑它 插入函数 如果说我今天 这边性别 是一个名称 指向那个范围 但是我想说 这个性别 刚好跟上面那个栏位名称一样 那是不是说我可以把这个性别两个字用 上面这个栏位名称取代 所以我可以怎么做呢 可以把他 这个性别 这个性别 delete掉 那我跟他讲说 我那个名称在栏位名称上面 在哪一个 在 这个上面 点它一下 by 不过我早上有讲过 就是说 如果说他要的东西 是一个array 你就要给array 那什么叫array呢 array就是一个 范围 OK 但是如果你今天指向 b1的话 它是 它是不是一个范围呢 它不是一个范围 它是一个储存格 OK 所以如果你给他错误的东西 他最后回来的结果 就是抓不到 但是如果说我真的要刚好抓到 那个 名称 里面的所有范围的话 那这个时候的话 可能要多学一个函数 我早上有提过 那个函数就是 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 加一个叫indirect函数 意思就是说 我如果要 把那个东西抓过来 本来我应该是直接是按F3 去找到性别 用这个方式 它回来就会是正常的 但是如果我今天指向的是 一个储存格 它不接受 那怎么办 我要怎么样把储存格里面的资料 帮我转换成 那个范围 就要靠indirect函数 做法特别是 请你在b1的前面 加上一个函数 或者自己打也可以 或者另外一个方法就是说你可以 在游标放这边的情况下 点前面这边也是可以 就是 如果你那个 那个函数背不出来的话 那你可以从这边点一下 它会列清单 那你从这个清单里面 游标放这边 然后在这个清单里面 找到其他函数 如果没有那个indirect 那在参照里面找一下 I开头的 叫做indirect这个函数 OK然后呢 按确定之后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它会自动怎么样 帮你把这个indirect函数加在这里 但是它会问你 请问一下你那个referent test 是什么 意思说 你要找的那个范围的名称叫什么 R.E.F.其实就是referent referent就是 参考范围的意思 那参考范围加一个test 就是文字 其实意思就是 性别这两个字 当然你可以直接打性别 前后记得要算 或者是说怎么样 有个方法你就直接指向哪里 指向这里 那经过indirect 过之后 它抓回来的就会是范围 而不是单单指那个储存格 OK 这个 差别在这里 然后把按确定之后的话 那你会发现 这个会不会成功呢 如果会成功的话 那待会其实就可以利用同样的方法 我们向右向下 一次就可以做完了 我们按确定 这个时候 结果是对的 那向下填满会不会对呢 向下填满 也不错 为什么呢 主要原因是因为 我现在这边 indirect里面是放B1 但是向下填满的话 它会自动加一号 B2 B2就不对了 所以怎么办呢 在向下填满之前 请你在indirect B1的这个1 前面怎么样 1加个 钱的符号 钱的符号 OK 那为什么加钱 因为 你要固定在第1列 请你不要因为向下填满 而自动帮我加1 不要这样子 OK 那你就加个钱 打个勾 向下填满 OK 这样就完成了 虽然说 我们讲义里面 讲的是另外一个 就是有讲到 V1 不过indirect好像没有讲到 因为 这个方法 之前 我们上课的时候 还没有把它补充进来 所以 上一次上课 是有把它补充进来 这一次的话 我们一样 可以把这个方法 因为之前没有讲到 我主要是用那个 写程式的方法 但是后来发现 用写程式 用VBA 好像 大家的接受程度 好像没那么高 因为光要写程式这件事情 就非常困难 所以呢 我们就想了另外一个方法 用什么 用indirect 所以请各位注意一下 这个公式跟 我们那个在哪一页呢 在我们讲义里面的第82页 对吧 82页这边呢 一样会有一个 就公 差别就是在什么 这个性别 请你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 用 这个 也是一样 把它 再补充一下 请各位这个部分就是 自己再加一下 我把那个公式 这一串 加到这边来 好 那公式部分的话呢 我们就是 加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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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是在那个 性别部分 改成要 indirect 然后面的话就是刮符 然后 B B1 B1前面 E的前面加上那个钱的符号 啊这样的话呢 我就可以直接去抓取那个 性别的那个 名称 帮我放在这边 那他带过来的东西就会是一个范围 差别在这里 那可是问题来了 那如果我现在做一个之后 其他的 那个资料有没有办法带过来呢 其实当然也可以啊 只是说 怎么样做 那请各位先试一下 我刚做的这个部分 用V入函数 OK 关键的地方 好 所以请各位就是自己在82月的地方 再把那个下面再增加一下 indirect 好 但是问题来了 那我其他蓝该怎么做 先试一下我待会再来 讲这个 其他的蓝 那同样的啦 如果说我今天要抓 年龄 教育程度 后面一样有清单 所以后面 如果说我要范围的话 还是一样 后面这几个蓝位 你势必也需要的嘛 先把它定义成名称 所以 后面的部分 年龄 所以 把这个年龄复制一下 选取下面的范围 给他一个名称叫年龄 Enter 所以这个可能 Ctrl C 选下面 再贴一下 教育程度 一样把这些蓝位呢 通通都 建立 名称都建立起来 那待会的话 如果你这个名称都建立好之后 待会就可以 达到 输入一个公式 向右向下 全部都做完